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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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福报虽然比不上阿难 总而言之 还是有很大的福报 如果没有福报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肯定遇不到福报 遇到佛法的人都是有大福报 我们看佛所说的 佛五二言 这一句话 显示出摄迦牟尼佛 苦口婆心 真诚地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业生 教导教导大家的 佛门里面常讲 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三百余会 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有三百多个大的单元 用四十九年的时间 俱句话都是真语 二言是妄语 是欺骗人的 佛五二言说明他句句话是真实话了 真诚到极处 所说的是什么呢 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 所以我们对佛才感恩呢 才知道这个教育 在这个世界无比的殊胜 人不能不接受教育 什么教育是第一呢 佛陀教育第一 可惜现在人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受教育呢 不外乎两个目的 一个是求聪明智慧 一个是求将来在社会上有谋生的能力 不外乎这两桩事情 真正开智慧 真正得万得万能 在佛陀教育里头啊 小从过人生活 霸道过家天下大事 无论怎么样的凡所分尊 用佛陀教育很简单就化解了 问题解决了 这么好的教育 可惜现在世间人没有人知道 把它看作宗教 把它看作迷信 你想世间人要造这么大的灾难 那个灾难的根源在哪里呢 把自己的宝贝丢在茅寺坑里头 埋没掉了 自己去过那个贫穷的苦日子 他家里有无价之宝 他丢到茅寺坑里不要了 他在外面去讨饭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吧 佛家讲三宝啊 这个宝是什么 宝是佛的教导 这些道理 方法是佛说的 佛是宝啊 佛不在了 佛所留下来的这些经论是宝啊 依照这个经论的道理方法去学习的 这个人是宝啊 三宝是这个意思 所以诸位要记得 三宝里头的三宝不是说出家人 出家人不肯修学 他哪里是宝呢 他不是宝啊 在家人修学 那个在家人是宝 所以诸位要晓得 三宝不是指出家人 三团也不是指出家人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 三是团体 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学习 这个团体就叫做生团 这四个人呢 不论是在家人是出家人 只要是四个人 只要是四个人在一块 依照佛法的理论方法来修学 就叫生团 这四个人就称之为生 所以生不一定是指出家人 在家人可以称神 你看看 从前李炳南老居士 给人家写字 他也称神 不但他也称神 孔德称宋他这个对联 上面写的血炉大和尚 所以和尚也不一定是出家人 在家人也可以称和尚 也可以称阿舍里 这些名称不分在家出家 不分男女老少 主要懂得 出家人的专称呢 只有比丘 比丘尼 沙米 沙米尼 这决定是出家人 所以和尚 法司 阿舍里 孙 在家人都可以称 不分在家出家 这些名词我们都要懂得了 不要以为三宝一定是出家才生宝 我们在家人没有分 那你自己搞错了 在家人有分 依照这个法宝修行的人 你就叫森宝 那么由此可知 无论在家出家男女老少 只要真正依照佛的经典修学 你就是森宝里面的一员 三宝有你一份 你不要以为你在三宝之外 那你怎么能得到三宝殊胜功德利益呢 这些四 现在社会上误会的人很多很多 以为称僧一定是出家人 没有想到在家人是僧 称和尚一定是剃光头出家的 不知道啊 戴了头发在家的也是和尚 和尚是繁语 意思是清教师 直接教我的这个老师 印度人称和尚 我们学校老师很多 直接教导我的称和尚 没有教我课的是我们学校老师 我们称法师 所以这个称呼有这个差别 一个是亲自指导我的 一个是虽然是我学校老师 没有上过我的课的 那我们通常称法师 法师不一定他教过我的 和尚呢 他直接指导我的 教导我的 我学佛法 张家大师指导我的 那是我的和尚 李炳南老居士指导我的 他是我的和尚 佛门里面的大德很多 他没有教过我 他不是我的和尚 所以我们称他法师 不称他和尚 道理在此地 这些名词说语 称呼的意义 要搞清楚 要搞清楚 要搞明白 佛说的话真诚 绝没有欺骗人 佛事难知 禁法难闻 佛出现在世间 这个机缘很少 能够跟佛同时出现在这个世间 这个机缘难得了 只是遇到很不容易遇到 佛虽然不住世了 佛虽然不住世了 但是佛的发运呢 还没有结束 释迦牟尼佛的发运 一万两千年 从佛入灭算起 佛灭度 第一个一千年正法 第二个一千年呢 像法 第三个一千年以后 有一万年的时间呢 叫末法 我们现在生在末法时期啊 末法王后还有九千年啊 只要生在这个一万两千年当中 这个命都算不错啊 都是好命啊 这一万两千年过了之后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了 那个就很苦了 没有机会啊 听到圣仪仙的教诲 这就很可怜了 所以 我们虽然啊 没有生在释迦牟尼佛的同时 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 算是初期啊 第二个一千年啊 算是相当幸运啊 即便很难遇到 就肯定要珍惜 不能错过啊 静法难闻 这一句话 我们不能够 轻视了 不能够大意了 但是 文佛法的机会 不容易 你看 佛在这个经 一开端第一句话告诉我们 从明思受戒 你必须要遇到一个善知识 一位老师 把经典的一礼 讲清楚 讲明白 如果讲不清楚 讲不明白 你遇到等于没有遇到 特别是对于现代的知识分子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他怎么会相信 我们对佛法能够深陷不移 凭什么呢 对于经典有相当深入的理解啊 你理解得越深 你的信心越坚定 你对于这个世间一切四 你看得越清楚 观察世间一切人四五啊 要有高度的智慧啊 没有智慧 你睁开眼睛看什么 真的是 就是 朦朦一篇 一无所知 你什么也没看出来 往年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 我们修佛的人 无论看人看似看无 至少要观察八个方面 你才能说是粗粗的看清楚了 这八方面是什么呢 看他的体 看他的相 看他的作用 体相用三方面 看他的音 看他的语言 看他的果 六方面 再看他的识 再看他的理 八面 极为细的 四五 你都要观察这八面 才算是 你有能力观察了 有没有深入呢 没有 皮毛而已 八面是皮毛 深入呢 看体 体之体是什么 体之相是什么 体之用是什么 体之音 体之云 体之果 体里头有四 体里头有理 每一条里头又有八条 八八六十四面 你才深入一层 再深入一层 这六十四面 每一条里头又有八条 深入啊 无有穷尽 所以佛经上常说 唯有祝佛如来 撤发底缘 这一句话 很多人不懂啊 撤发底缘是什么 那个其身无敌啊 我们今天有什么人 能看到一桩事情 看六十四面 六十四面 才看到第一层 第一 太深了 我们看八层 好像看这个树叶一样 只看一片叶子 看六十四面 看到树烧了 难啊 实在是不容易啊 然后你才 稍稍体会到佛 那个观察力是多厉害 那我们怎么能比呢 说老实话 我们今天能够观察到八面 勉强说你不迷惑了 你能看到六十四面 可以说呢 你初入佛门 佛门一年级的学生 六十四面 看不到 你是凡夫啊 你也迷惑颠倒啊 从这个地方 体会到佛法难闻啊 真的难啊 怎样才能其辱呢 我们从总的纲领上来说 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正觉心 慈悲心 你要不真正用这个心 你没有办法入门 没有办法起入 那么回想一下 我们今天用的是什么心 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我们用的心虚伪 虚情假意 对父母 对妻子 都没有诚意 都还要欺骗 还要隐瞒 你说成什么话 这样一来就是 八面你都看不到 八面看不到 说实在话 你连一面都看不到 我正讲老实话 这一生背过了 古大德 没有像李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么详细 但是他讲过至少 他有六方面 现象 李氏 因果 古大德常讲的 我们观察一切人事物 要从这六面看 李老师说的详细 叫我们从八面看 福家长强 八面玲珑 拉八面 又是我们明了 心不清心 没有智慧 你就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你一定是随意流转 那你不能不受苦难 而这个苦难 没有止尽 这是可怕的 我们这个迷惑颠倒 我们一世不如一世 一世比一世苦 往下坠落 它不会往上身 为什么不会往上身 你自己想想就明白了 不必问人 我每一天齐心动念 除世带人间我 是善多还是我多 如果我念多 我的行为多 必定往下坠落 善的念头多 善的行为多 才能上身 自己好好想想 是善多 还是我多 是为我自己想的多 还是为别人想的多 为别人想的多 是善 为自己想的多 是我 咽善于所谓 人不畏极以天诛地灭 我去年在香港 亚视何首信来访问我 就说出这句话了 我就告诉他 这两句话 误导了一切善良的众生 误导了 为什么呢 以为自私自利是应该的 错了 人要是为自己啊 天也诛你 地也灭力 人要不为自己啊 天不诛你 地不灭力 改一个字就对了 祝福福沙 世间圣行 不为自己 天也没诛他 地也没灭他 反过来呢 天也尊敬他 地也尊敬他 一切众生都怀念他 都纪念他 没有灭他 今法难闻这一句意思 很深很深 如许有福 今得是福 这是丁安南教 你过去生中修的大佛报 你不但遇到佛做佛的侍者 天天在佛的身边呢 这个佛报太大了 接着看底下经文 在第35面 大念报根 半选法教 世间人名 为祖福田 信者得职 后生无忧 阿南受教 奉献破文 佛对阿南教 设计上 就是对于我们大家说的 今天佛虽然不注视 我们要把佛的形象 看作真佛了 念不忘啊 看到佛像 听到佛的名号 就要想到佛的教训 佛是怎么教我的 我应该怎样修修 这个佛像名号 就无量功德了 看到佛的经典 这是佛菩萨 对我们的教训 最宝贵的教训 能帮助我们脱离苦海 脱离轮回 脱离舍法界 能帮助我们 回归极乐世界 回归华藏世界 你想想 世间还有哪一桩事情 比这个重要呢 没有了 所以称之为法宝啊 我们要珍惜啊 我们要珍惜啊 今天读诵 认真学习 果然能够一教奉行 前面跟主说了 你就是三宝当中之一 你是僧宝啊 三宝要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一段开示 就是三宝应当要干的事情 你是世间大众之宝啊 随堂之机 天台智者大死 说了一句名言 能说不能行 这是跟一个好老师 学的都是纯正的佛法 没有学错 他也能讲 但是自己不能够完全落实 能说不能行 注意要记住 不是他完全做不到 他做的不够彻底 做的不够圆满 你不要以为 我光说 我不练 那你就错了 那说老实话 他也不能说 他能够做到个六七成 他做不圆满 固执思也 他有能力教化众生的 做别人的好榜样 能说 能说又能行 过之宝也 那就是三宝了 所以诸位要想的 三宝比过思高啊 过思他还没有能完全落实 完全落实是宝啊 是宝啊 是深宝啊 落实哪些呢 最普通的 最基本的 三宝 三规落实了 五戒落实了 十善落实了 你就是过之宝也 你把三规五戒十善 统统做到 你可以打一百分 你就是过之宝也 你可以为天上人间的母犯 福对我们的期望啊 众生对我们的期望啊 道念报恩啊 半寻法教 世信人民 为作福天 这就是深宝 深宝的条件 就是这四句 我们愿不愿意做深宝呢 注意同学要记住 深宝不专职出家人 在家人也在其中 只要你这样做法 你是在家的深宝 头一句啊 当念报恩啊 我们每天念回乡记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图苦 天天在念 念又有什么用处呢 要真正做到才行啊 天天念呢 天天提醒我们 我们为什么 没有做报恩的行为 实在讲呢 不知道恩 不知道恩德 你怎么会报恩 知道恩德 你自然就会报恩 知恩报恩 今天社会一般人 我们观察之下了 忘恩负义啊 佛菩萨 佛菩萨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用什么心情回报他 对我们这么照顾 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 我们扬奉 我们扬奉英尾 叛逆佛法 这个就是自造罪孽 你一堕三图苦报 你怎么能怪别人 说佛一开端 就跟你讲的这么清楚 讲的这么明白 我确实跟大家相比是很幸运 我说佛第一步接受的经 就是这一步经 一般人家运气很好 一到台中 刚刚好碰到李老师 教这部经 学讲这部经呢 是尤俊杰的母子两个 尤俊杰讲过语 她的妈妈讲台语 他们两个人学这部经 我正好遇到 所以到台中去 是头一步学这个经 这个经确确确实实是佛法入门 第一堂的功课 第一个教学的课目 我是不期而遇 佛家讲的四重恩 第一个是父母之恩 应该地说 我们自己要不能成就这一生的道德 我们对不起父母 这一生我们自己不能够了生死出三戒 对不起父母 严于常讲 一子成佛 九祖神天 我们成就了 九世的祖先都占光啊 都得利益了 这才叫抱父母之恩 那 我们自己不好好地干 你想想看 怎么对得起父母 第二个是老师的恩德 佛是老师 菩萨是我们老师 你展开经眷 你看看佛对我们是怎样教导 真的叫苦口婆心 我们能不能体会 佛对于我们业无所求啊 完全是付出的 不附带任何条件 劝道我们 引导我们 无非是叫我们 超越六道超越十八戒 早一天成佛跟他一样 这个恩德之大 超过父母 我们不能好好地学习 对于佛的教诲 不能完全相信 不能理解 不能奉行 这叫忘恩负义 第三个 国家之恩德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得到国家的保护 有国家保护 你不知道 没有国家保护的人可怜 那真叫流浪汉 到处受歧视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会遇到许多障碍 所以离开自己国家 才知道国家之恩 没有离开自己国家了 对于国家之恩很不容易体会 我们常年在外国 深深感受到啊 没有国家保护我 无论干什么 非常困难 生活都困难 不要受修道了 第四个是 一切众生与我永恩 你知道吗 我们每天喝的这一杯水 吃的这碗饭 多少人的工作成就的 有没有想到 有没有想到 我们穿的衣服 衣服怎么来的 许许多多人在那里工作 把他的成果奉献给我们受用 我们用什么回报 一切享受现成的 你没有回报 你就有罪业 你要不晓得 这些恩德 你就不知道报恩 不但这一切有情众生 与我们有恩 无情的众生 树木化草 他贡献给我们 一情月性 对我救永恩 我要如何报答他 有几个人想到 你们家里院子里面 种的花 种的树 乃至于草坪 都是提供你 美化你的生活环境 他对你都有恩德了 我们凡夫 不知道回报 欠别人的太多太多了 不要说欠有情众生 这树木化草 你都欠他的 几个人想到 几个人想到 这个现在住在北京 也许你们看过 中国大陆《红楼梦》的连续剧 演连续剧 演林黛玉的陈小旭 他要归一佛法了 陈小旭告诉我 他有一天晚上 在房间里跟他先生两个 还没有睡觉 准备睡觉了 突然感觉到他这个房间里气氛不对 毛骨悚然 夫妻两个都很害怕 都很恐惧 知道这个房间里面有鬼 好在他学佛 他就心里面起了个念头 希望跟这个鬼沟通 他如果真的 你们真的在我房间里 给我一个暗号 让我想到 想了半天 鬼用什么东西 这个暗号比较方便呢 看到电灯 你让电灯闪一闪 那他们就等待着 五分钟之后 电灯果然闪了一下 吓死了 那是真的了 这小的是真的了 陈小旭就跟他说了 他说那我们 这个 你能看得到我 我看不到你啊 我们怎么沟通法呢 他说这样好了 我晚上睡觉啊 你托梦给我 那天晚上 果然这个鬼就托梦给他 这个鬼告诉他 他很多 他不是一个 我们不是别人 是你们家里的草木 我们快要哭死了 求你赶快浇水救救我们 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啊 他就看他那个院子 果然 他那个院子里小树啊 没有叫水 地下草啊 黄色的 他明白了 因为这个小院子是他父亲照顾的 他父亲天天浇花 不浇树 也不浇草 所以他拿到水路途拼命去浇草 浇草 浇这个树 他爸爸说 那可不要浇啊 他也不说话 因为他要做梦啊 他父亲一定说他 你胡思乱想 真的 不是假的啊 所以他听到那个声音呢 就好像那个小孩叫的声音 很多小孩在那里哭 草啊 这他亲自告诉我的 现在他在主持一言那个廖凡思讯 这个十月中旬片子就出来了 他先送给我看 我这个地方呢 九号圆满 十号我到香港 大概他们这个十几号 他就把片子送给我看 一点都不假了 所以 草木怎么报恩呢 照顾他 要给他足够的水分 要给他充分的阳光 让他蓬勃生长 你不知恩 怎么会报恩 所以 我听到那个回想机 我感慨万千 上报寺 崇恩 夏季 山土库 打望鱼啊 自欺欺人 欺骗佛菩萨 天天在佛菩萨面前打望语 说假话 还以为自己有功德 还以为自己依教奉险 所以佛法这一段事情 细细去思维去观察 你才晓得我们自己做的 对不对 早晚课 我说了很多很多次了 早课是提醒我们自己 今天一天一交奉险 顽阔是反省 检点自己 这一天 有没有一交奉险 反省之后 改过自信 没有做到的 希望明天做到 已经做到的 明天要保持 这样做到顽阔 真正有功德 那是愿意赐功德 庄严佛进土 如果是形式上做一做 有口无心 你早晨骗佛一次 晚上又骗一次 一天骗两次 骗了一辈子 肯定多阿比迪玉 全是搞假的嘛 所以有很多人 哎呀他很用功啊 很精进啊 你看一堂坑没有缺啊 为什么死的时候 那么不好啊 我清楚 你么么清楚 我清楚 一三所做的表面工作 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今天这个念佛人往生的 出家人比不上在家人 在家人造的罪业少 出家人造的罪业重 而且造的多 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警觉性 真的要改过自信 要知恩报恩 知恩报恩 具体的做法就是底下这个三句 半选法教 半选法教就是今天讲弘扬佛法 弘扬佛法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讲经说法 我们一般讲法 我们一般讲法不实啊 我不会讲经怎么办呢 不会讲经啊 现在有很多讲经的光点 录像带 录音带 你听得很欢喜 很有受用 你把这个带子到处去送人 就是你讲经说法 我们做这个工作啊 佛陀教育基金会 我们串利了这么多年 早年 这个收入不错的时候 建峰文具寺 曾经跟我商量过几次啊 想在台北市教啊 埋块土地 我们建个道场 我摇头 不搞这些 有钱呢 流通佛法 我们印金做光碟 向全世界流通 半旋发酵 不可以把这些钱呢 埋在地下 埋在地下 早一夜啊 你的罪多重啊 大道场住在那儿 享福 富享光了 阿比地狱先见了 现在受一点苦 将来到天堂享乐 好啊 何必把这点福报 现在赶快把它享光了 绝大错误 所以佛陀教育会基金会的名气很大 许多海外人到这参观一看 好像名识不符 怎么是这个样子 很失望啊 然后才知道 我们点点点滴滴啊 都做红发的事 买油曲 庄严道场 这么多年来 那个道场 油漆粉刷都没有做过 我这次回来看到 亮亮丽丽丽 最近才做了一次油漆粉刷 上一次我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很破旧啊 那个墙壁纸都黄色的 我们看看祖师大德 近代的映光大师 这一条他做到了 半宣教法 叫法教啊 要传法 法师在这边讲经 你认识的亲戚朋友 通知他 请他到这边听经 也是半宣法教 总法言这一句话 时时刻刻念念当中 希望把佛法把正法了 介绍给别人 这是我们四中弟子应当做的事情 实现人民 这一句话比前面这句话还要重要 实现人民 我们自己要做别人的好样子 换一句话说 如来的法教 我们自己要做到 要落实 做别人的好榜样啊 我们做的样子 不是社会的好样子 我们就是佛陀的罪人 为什么呢 我们破坏了佛教形象 这个罪故 都是阿比地狱 为什么 这个事情 出家跟在家就不一样 出家人的最重 在家人的最亲 出家人是直接代表 主持佛法的 你的形象不好 啊 外面人对你有不好的批评 他不是对你一个人的 整个佛教啊 都被批评到了 啊 你怎么能对得起佛教 你怎么能对得起身团 你怎么能对得起祝佛菩萨 你冷静想一想 你就知道你的罪过多重 啊 所以 一个出家人 做有做得像 占有占得像 不要以为 这小事情 这个无所谓 可以随便一点 你把佛教形象破坏 你造的罪业比什么都重 在家修佛 在家修佛 有在家修佛的形象 都是做社会大众的榜样啊 社会大众都要像我这样子才行啊 你要是个好样子 你不能做个坏样子啊 从其心动念到言语造主 你要视线人民 你要做出来给人民看啊 我们现在有言能看的一件事 人民看不见的还有鬼神 所以佛弟子听人思 不但要做给一些人看 还要做给一些鬼神看 鬼神能看到你五脏六腑啊 鬼神能看出你齐心动念啊 表面上做得不错 心里还在答妄想 错了 人看不到 鬼神看到了 你也要不认真不谨慎 报恩这两个字 那是有名无实 为主佛弟 为主佛弟 众生看到 加以时间 决定收到情仪默化的效果 改变社会风气 改变社会风气 靠我们的一举一动 静节思维 纯善无 自然就是一切众生的真正的佛天 所以我们学佛弟同修不能不孝顺父母 不能不尊敬司长 做样子给人看嘛 信者得知 看出来的人 他明白了 他觉悟了 他相信了 他也访效 他也学习 这就中了善根了 厚生无忧 无忧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修行 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 才能了生死出三戒 你要不把这些教诲完全落实了 你不是真佛弟子 你是假佛弟子 佛陀教导里面书圣功德利益 你教不到 你学不到 你也得不到 你看看 世尊教导阿南 末后 这两句 阿南受教奉行普文 奉行是世信人名为座父天 普文是班宣发教 就是我们讲自行化他了 奉行是自行的 普文是化他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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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